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将门进行一个大概的制作就可以 首先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一个轮廓 轮廓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只需要将这些地方有一些窗条的地方 镂空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镂空的处理 然后下面的这一些它有一些浮雕的地方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来绘制一下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演示 你可以直接绘制挤出然后贴在上面就可以了 但有时候如果这样的图案绘制太多 会影响整个场景的运行 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 来制作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然后我们对它门上的这些线条进行一下绘制 然后我们对它门上的这些线条进行一下绘制 直接对它进行一个sweep的扫描 调整一下点的位置 对它的中心和我们平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竖条的我们也来绘制一下 刚刚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忘了勾选这个开始新物体的勾取消 在这里我们需要附加一下 将它的光滑组进行取消 下面的这个地方图案我们也要来绘制一下 按下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它有的离得很近 是因为刚刚我们绘制的时候起始点 还有就是我们绘制的时候线画太多了 这里有一些不该重复的刚刚不小心重复了 在绘制的时候没有太注意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上面的这一根可以螺一下 竖着的画法是一样的 这一根根根本能够的画法是一样的 再来一根根根本能够的画法 都能够的画法是一样的 我现在看到这一根根根本的画法 基本大概绘制好了之后 可以给它们进行一个塌陷 选中这些物体 对它进行一个塌陷的处理 然后附加一下材质 这里的也附加一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要调整一下 有了一个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在这里摆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好像有一点超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调整一下 看看是有几个 我们在我们的CED上来数一下 这边是六个 我们好像排多了一个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之后它现在空位比较大 它可能中间有一些的大小和边上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足一的调整 我们将它们全部选中 然后将它们成一个组 直接FFD2 移动一下 然后 我们将这个 本框移过来一点 复制一根过来 在上面还出现了一根漏缝 在这里我们也再来补一下 它的厚度可以同样的挤出100 让它对齐于我们刚刚的门框 更改一下材质颜色 一般在这种门的位置上 它会有一些玻璃 因为现在的都是一些仿骨的建筑 所以在它的窗洞的地方 你可以给它绘制一张玻璃 也可以暂时不用绘制 然后 我们再来制作我们的第二个门 同样的方法 在这里我就不足一的为大家演示 标准的门绘制好了之后 同样的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因为是一样的选取10列复制 它在这里也是6个 所以我们直接复制5个就可以了 然后将我们的门框 复制一根过来 同样的上面还缺少一根门桃 我们在这里复制一下 进行一次修改 我们可以直接添加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对它进行调点 右边的这个门和我们左边的是一样的 所以整体直接复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拷贝 复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拷贝 是因为我们怕两边的大小会不一 在这里我们来放一下 大概差不多 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上面的这个 有点像窗户一样的这部分 我们在我们的CAD上看到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这一部分可能是窗 在这里我们直接画一个大轮廓 里面的细节就不再做处理了 让它对齐于我们的墙体中心 附加一个材质 然后在这里我们给它一个面 挤一个面 像玻璃一样的面 到时候用来贴我们的贴图 给它一个颜色 写个窗户或者命别的名字 到时候好贴我们的窗户贴图 可以写一个 附加一下 这里我们复制过来进行修改 同样的可以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调整点 这样 就基本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之后 它还有一些柱子的部分 等我们把所有的墙体做好了之后 再来处理 到时候还有一些凉的穿插 在这个地方到时候都会有体现 然后我们来切换到我们的侧力面 来绘制墙体 在这里我们将刺力面的CAD 取消隐藏 将剖力面隐藏起来 然后再来绘制它的墙体 我们先大概绘制一下 再来进行调整 将窗洞的地方 留出来 现在来调整它的高度 顶视图上 来放一下它的位置 和点的调整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240的墙体厚度 更改一下颜色 然后我们来绘制它的这一个窗户 首先绘制它的窗框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挤厚一点 挤600 让它对齐于墙体的中心 用对齐工具 接下来我们再来绘制它里面 这个带花纹的窗洞 首先我们先来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再来绘制它的这一个花 我们选择用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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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再来用连接工具 将它们连起来 将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有的地方肯定没焊接上 我们要对它进行手动的调节 再来焊接 再来焊接一次 这个地方也有问题 这里我们还少连接了一部分 现在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这个图形是否封闭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说明已经封闭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来 将它的位置进行一个摆放 我们数一下我们的CED 在这里 在这里 竖着的是四个 横着的是六个 我们可以大概的测量一下 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大概就是五十左右 再测量一下 同样的基本都是五十左右的一个距离 我们直接来进行一个复制 我们写 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负的五十的 位置的摆放 锁定X轴 然后 然后对它们进行一个统一的复制 基本汇制好了之后 直接给一个挤出 现在因为它们的点比较多 所以容易形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些面的缺失 所以有时候在绘制这种窗户的时候 我们会选用贴图来进行制作 在这里可能因为点比较多的原因 出现了这种烂面的情况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下处理